如果没来日本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 我发现日本人在你觉得不用省的地方啊 他们偏偏很省 像这种拆快递的剪刀 上面到处都是粘糕纸的痕迹 粘乎乎的怎么也去不掉就想把它扔掉 可对面的日本同事偏偏不让我扔 说用这个能去掉的 怕我不信还亲自用给我看 竟然还真的被它去掉了 酱油滴到笔记本上也是 一般这一夜就不要了嘛 可同事觉得这样很浪费 竟然把它拿到洗手间的水龙头下冲了起来 冲了半天拿出来以后竟然还真被它冲干净了 但你觉得可以省的地方呢 他们偏偏不让你省 就像今天我冒着大雨去买乌龟 可把店员叫来以后他怎么也不肯卖给我 他说乌龟每天必须得照这种灯 我家没有嘛 就跟他保证说我每天会给他晒太阳的 但他说这几天梅雨季节不会开太阳 一定要让我准备好灯再来买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